各位,上次讲到,科额伦教导铁木真和哈萨仪要兄弟和睦相处,听了母亲的愤怒,铁木真和哈萨仪并没有听入脑,在个深处好不以为然地说,哼,那太不公平了。 他们认为,别克帖儿刺强凌弱并不是偶然,实在是已成习惯,前一阵,铁木真和哈萨仪射落了一只脚仔,而被别克帖儿抢了去,他们这样任他发展下去,怎么能够一起共患难呢? 兄弟两个人好不高兴,心情好异啊,或者苦难的生活,使他们养成了暴雷的性格,铁木真和哈萨仪一生之下,竟然用他们自制的木箭,射死了他们的义母兄弟别克帖儿。 悲剧发生之后,科额伦扭到不得了,对铁木真和哈萨仪严厉扎骂,你们,你们简直是败家仔啊,竟然亲手杀死你们同父义母的弟弟,你们这样,和凶猛的野兽,吞食毒蚌的毒蛇,害人的苦炮柴奴有什么分别呢? 说到这里,他出力挖着两个儿子,激到全身嘀嘀震,侧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啊? 现在,你父亲的仇人,时刻都会来偷襲我们,你们连自己的兄弟都不能够团结,今后又怎么去对付敌人呢? 铁木真和哈萨仪丢低头,没出声,见母亲激成这样,未免感到很后悔,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 在母亲的戚分之中,令铁木真明白,应该怎样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 他要懂得对自己的人,要爱,要亲,要和,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在自己人之间搞分裂,就会分散力量,就会被敌人个个击破。 这些是亲痛愚快的蠢事啊,由于哈萨仪苦口婆心地找旧事,印古语,面对严酷现实的内心交道,铁木真记住了这次惨痛的教训,以后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在沃兰河边捕鱼打猎,练习武艺,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使家里的景况逐渐好转。 正当铁木真,盯其弟妹,在冒亲的精心苦肉之下,一日一日长大成人,啊,谁知那些曾经抢去他们百姓牛羊谷物的太赤乌人,又正酝酿着对铁木真一家进行一次新的打击波。 原来那个想略取康鱼伦美式的吉尔帖,发到住处之后,太赤乌人一见到狼狈那样,觉得很惊奇了,就一起问了, 咦,你是被什么人打劫啊,啊,马不见了,只脚还扶了伤,连配件都被人抢走买? 吉尔帖说大话说了,啊,我本来想去看看康厄伦和他的子女有没有冻死饿死,啊, 啊,谁知他们一个个山都牛高马大,就一起上来执着我了,听了他的说话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很惊奇啊, 想不到他们母子居然能咬去荒凉的窩囊河上,熬过一个有一个冬天和夏天, 突然间被叫做肥佬的首领塔而忽台的老婆瞻声叫话了, 你怎么是被一帮孤儿寡母搞成这样啊,恐怕你想去占康厄伦年轻寡妇的便宜, 被他们关门打狗才那么狼狈地摘回来的而已, 塔尔阁台老婆这句气话,因是众人的大笑声, 吉尔帖在大家的嘲笑声中,灰尿尿地摘回家了, 那泰尺乌人深知他们这位首领是个好色之徒, 巴鞋汉的那两个围伤,汉尔伯和沙峡台, 按辈份呢,应该是吉尔帖的祖母, 啊,他竟然明目张胆地和他们私通, 整日在一起,左揽右抱, 三个人脱下三腹搅在一起,不堪入目, 当吉尔帖隔下,隔下就刚刚入家门, 他老婆哈尔伯台多面执句说, 哼,为什么康压伦这条狗那不阴着你呢? 吉尔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地听着, 反而厚着面皮,对哈尔伯台说, 嘿嘿嘿,我如果真的没了那一道东西, 你还不急就发癫吗? 哼,我才不急啊, 天下的男人大把多, 我可以带整个男人来, 那经过两个月的治疗, 吉尔帖的脚伤已经痊愈了, 就急着跟塔尔伯台商议说, 趁那个两眼发光的铁木阵羽毛未封, 还不能够过飞的时候, 铲除了他, 以免留下一个祸环, 我们立刻带兵前去, 左说没有不透风的场, 太赤巫人要来偷襲铁木阵墓子的消息, 很快传了出来, 蒙力黑首先前来通报, 铁木阵一听, 扭到六大双眼, 闪闪发光的眼神, 好像空中的寒星那样, 只要你握住拳头, 好久的说, 就等太赤巫人来吧, 我一定要亲手杀死他们, 康厄伦击到全身吕吕震, 他暗暗沉沉地说, 这些喪尽天良的太赤巫人, 为什么对我们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蒙力黑见他们母子只惯着发怒, 于是说, 当母子这样, 是先被开为妙, 何况太赤巫人已经出动兵马, 说到就到了, 康厄伦听到各有道理, 就和蒙力黑相议说, 等哈赤尔找铁木格, 铁木轮, 跟随母亲到树林深处的山洞里面主, 铁木真和哈萨尔, 别立古台三兄弟, 先来到树林再说, 气势凶凶的太赤巫人, 在他们的首领塔尔忽台和吉尔帖的引领之下, 先赶到铁木真家里的两座帐篷前面, 一无所获, 只有束车一个人守着空空洞洞的两座帐篷, 当他们赶到山林的时候, 铁木真早已经指挥他的两个弟弟哈萨尔和别立古台, 砍了一些树莽, 造成了山栏, 好像一个大寺一样, 兄弟三个人, 你在山栏里面, 抚等着太赤巫人入树林搜查, 趁机射杀他们, 太赤巫人明知铁木真墓子扔了入山林, 好想追进去, 只找不到入山的道路, 就将这片树林先包围起来了, 吉尔天, 前几次已经领过夜, 知道铁木真的利害, 就在塔尔忽台怂恿港, 你带一部分人入树林搜查, 铁木真一定会扔出来的, 我就趁机抓住他, 塔尔忽台觉得有道理, 就带着二十名太赤巫的勇士 入了树林, 就大声叫话, 铁木真, 你快点投降吧, 你扔不得的, 树林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铁木真对两个弟弟说, 不要急着放箭, 要争取一箭射杀他们一果, 突然间, 有个太赤乌勇士发现了他们的木仔, 立刻大声向他们的首领塔尔忽台报告, 这里身杂了木仔, 铁木真就躲在里面, 大家快点来, 他的说话还没说完, 就被哈萨尔的木箭射穿了喉咙, 整个扑在地上, 气绝身亡, 塔尔忽台又不敢走向前, 命令他的勇士将木仔包围起来, 那些勇士刚刚向木仔靠近, 听见赤赤赤, 连续三支箭飞过来, 又有三个人被射中, 嘿, 谁都不敢再动了, 从中午一直僵持到埃敏, 太赤乌人耳目打入那个木仔, 塔尔忽台忽然宁击洞, 他说, 我们只要铁木真, 其他全部能放行, 天黑之前, 铁木真再不出来投降, 天恩恪, 我们就放火烧临, 兄弟三个听了之后, 都很紧张啊, 铁木真说, 他们是来捉我的, 只要我扔了, 你们就会没事的了, 这么一坚持下去, 他们如果放火烧临, 我们豈不是全部都被夹生烧死, 那他们商量, 先被哈萨尔和别勒古台收拾东西, 去山洞里面, 和娘亲他们相住, 等到太赤乌人走开之后再搬迁, 最好找一块距离太赤乌人远的地方居住了, 铁木真祝福之后, 等两个弟弟先走, 然后自己呢, 也收拾口行踪, 翻身上马, 以闪电这么快的速度, 众马冲出树林, 呼笑着和太赤乌人身边飞驰过, 过了很久, 塔尔忽台和吉尔帖先放弦大悟, 拨命追赶, 并命令向铁木真放展, 铁木真飞马快跑, 向前面的古拉尔山跑过去, 太赤乌人随后追赶, 他们向铁木真连续施放独占, 但是距离拉得越来越远, 不到两个时辰, 铁木真已经转入了古拉尔山, 连人影都看不见了, 太赤乌人赶到古拉尔山, 过天已经黑了, 由于山大临心, 又担心遭到铁木真的暗战, 更加不敢冒然进入树林了, 塔尔忽台很快收兵回去, 吉尔帖说, 我估计铁木真在树林里面 不熬得多久, 他无饮无食, 不可以坚持得多久, 只要我们在这里守住, 铁木真迟早会出来引颈受绑, 过了一阵, 他又说了, 现在不及早撑除这个祸根, 等我长大成人, 我们两个都是他首先要杀的人, 塔尔忽台不再提出退兵了, 就拿出干粮食品, 各自大口大口吃起来, 吉尔帖就趁机跟大家打气说, 我们人多世种, 又饮又有食, 铁木真是一个十三岁的俩仔, 狐狸狸一个人躲在树林里面, 他不饿, 不口渴, 不怕的吗? 那些人事, 铁木真在树林深处, 真是又饿又口渴, 又觉得孤单, 正好似他仇人估计的那样, 但是铁木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弟弟, 经过这几年艰苦生活的磨砺, 尤其在母亲敦敦善友的教导之下, 已经变成一个意志很坚强的男子汉, 在树林里面, 他肚饿的时候, 就找夜过来冲击解渴, 累了, 就爬到树上去休息, 铁木真反反复复地提醒自己说, 我一定要活着出去, 去见自己慈爱, 善良, 已有頑强的娘亲, 还有我那些可爱的兄弟, 夜晚, 他在一棵大树上面睡得好临, 似乎在发梦, 迷迷糊糊地走到窩囊河边, 突然间, 他听到父亲叫他说, 我移切木真快点来, 你两日你有时间, 我又有空, 让我教你一些武艺吧, 他听了, 我心很高兴, 连徐对父亲说, 那太好了, 我正想学习武艺了, 只见父亲站在河滩上面, 威风浪浪, 手拿把纳令的大刀, 对铁木真说, 那我先教你洗刀了, 父亲才是将大刀挥墓了一次, 给他看清, 告诉他面对强定, 用刀斩杀敌人, 如何保护自己, 又教他在马上如何用马, 后来, 教完了刀法, 又教他洗枪, 洗滚, 十八般兵器全部都教了一次, 正当我学会了十八般兵器, 兴奋得意的时候, 父亲又对他说, 这些武艺, 这些武艺只有一般的功夫, 打起仗来, 不过能够打低一个两个, 十个二十个, 最多能够打低一百几十, 下面, 我要教你能够打千人, 打万人的本事, 铁木真听了之后, 更加高兴, 就要父亲立刻教他力敌万人的武艺, 原来这些本领, 就行军报阵, 用继谋打败敌人的方法, 父亲内心地, 向他讲述声东激西, 将计就计, 叫虎离山, 避实激虚, 还有强攻, 阳攻, 水攻, 火攻等等, 父亲向他强调指出, 打仗要用继谋, 不单要善于用兵, 还要善于用将, 后来, 父亲的铁木真奴记一句说话, 手下无用者, 难以言强, 他听了之后, 刺懂非懂, 连续问父亲话, 爹啊, 这句说话, 是什么意思啊? 没等他问完, 忽然间, 听完周围哭声四起, 他不如吃了一惊, 省开眼一看, 原来那天已经光晒, 他见到吉尔帖手握把大刀, 跟在十几个太阵乌勇士后面, 一面四围监察, 一面叫喊, 铁木真, 快点出来投降啊, 这阵时, 铁木真不顾得再想梦中的事了, 连着在树上坐穩身体, 先挖出他那个弹弓, 他心想, 今天要被这些坏人先坦坦我的泥弹, 等到领头的那个神功马帝的太阵乌人行近的时候, 铁木真慢慢举起他自制的木叉弹弓, 从袋里面扔出了鹅弹大小的泥远, 一瞄准, 射一声射出去, 啊, 不抵不扯, 那粒泥弹正正打到额头, 那个带头走着的大只佬, 哎呀, 一声, 只要跌下地, 再也拦不起身, 哎呀, 竟然死了啦, 跟二贴就哭得急急转过身, 大声叫唤, 快点钱, 快点钱, 铁木真躲在暗厨, 我们走在明厨, 不会上他的当时底的, 见仇人退走, 铁木真是暗暗沉沉土过话, 啊爹呀, 先祖啊, 你们一定要保佑我活着, 等我有命出去, 将来, 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那这件事, 他这么才回忆在梦中的事, 不知为何, 铁木真好像真的感觉到他父亲教武艺的经历, 他从头到尾认真回忆了一次, 才想起父亲教奴记的那句话, 手下无用者, 难以言强, 经过反复嘴咀之后, 最终误出了一些道理, 提到这个用者, 铁木真忽然想起, 被自己亲手射射的义母兄弟, 别克帖儿, 这个别克帖儿身材高大, 力大无比, 跑起来一阵风感, 一般马都跟他不上, 他那只大手, 好像铁木那么有力, 有一次, 他们兄弟四个在不宜汉山上手脸, 突然间, 一头不是很大的野猪冲了出来, 别克帖儿飞那么快追上去, 伸手握着野猪的一只后脚, 将那头野猪冲了起来, 向那块大石头出力扔过去, 那头畜生就这样就扔死了, 现在想起来, 真是后悔, 如果不妒忌他, 不将他射死, 不是自己一个好帮手, 想到这里, 才觉得娘亲教训得对, 娘亲两兄弟多次讲的那个 豁兰祖母, 讲个咬战的故事, 确实应该记住, 想要报仇, 一个人单枪匹马, 有多少威力呢, 在树林里面, 铁木真想了很多事, 他准备走出树林之后, 首先要跟自己的兄弟团结好, 要跟扎木合加心友谊, 成为真正的安达, 突然间, 铁木真想起了钵儿帖, 想起了得涉善老人, 虽然他这时成亲还嫌早一点, 但是朦胧之间, 铁木真已经对异性有了蒙动的追求, 他回忆着伯仪帖玉金白的面, 两眼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闪亮, 恐龙的嘴唇微微张住, 露出两排糯米牙齿, 尤其是伯仪帖玉条的体型, 站在那里, 走着一棵出水的河花, 亭亭欲立, 美不可言, 想到这里, 铁木真觉得人生是多么美好, 而自己才那么年轻, 以后的路还很长, 要做的事还很多, 振兴家族, 统一蒙古, 报父祖之仇, 做整个草原上的汉王, 在古拉尔山的墨林里面, 铁木真隐藏着, 用夜果冲击, 以草根解渴, 为了能够有命出去, 何夜艰苦都能够忍仇, 三日三夜过去, 但是那些太赤乌人还是没走到, 那各位, 究竟铁木真能不能够 振出这次围困呢? 欲知后事如何, 请订阅下回分解